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亚洲部的三楼 好多都不知道有三楼 这里神奇的三个房间 讲述的是中国艺术中的人和仙 全部都是不同的人物题材 从宋代到清代 涵盖了食品 漆器 玉器等各种艺术品类 非常厉害哦 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房间 婴儿部分整个房间 全部都是小孩 婴系图是其中最重要的 那这个最早的开始 我们最早甚至在敦煌一些壁画 我们就看到一些小孩的 在游戏的这样一个场景 那最早其实小孩 还是跟佛教有很多的联系 佛教称为叫化身童子 莲又是有这种重生的 这样一种概念 所以称为叫化身童子 那同样很重要 就是莲这个概念 就是说在中文里面有这个 跟你说莲声不一字 有莲有谐音嘛 所以说我们常常看到 就是小孩和莲花在一起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一个 是一个清初 大概是17世纪的 这样一个科斯的作品 主要是表现了所谓白子图 他是说为什么说科斯呢 因为就是说 因为科斯的话 它边上都会有一个 像轮廓一样 那轮廓迎空队 是东西会有一些空隙的 那这样的话 好像感觉是 像雕刻一样的 所以最早它是写成 雕刻的刻 科斯就是讲这个丝织品 那个织法所谓叫通筋断尾 经线都是布置的 只是它的尾线就是 到这里断了 到这里断了 所以说你就会看到 这个一段段 这种slash中间有镂空的 那这件东西呢 大家可以看 它完全都是用 克织出来的 这样一个非常色彩 非常鲜利的 这样一个白子图形象 主要表现是在一个庭园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很多山石 里面有很多的小孩 一般这只是一个须纸 所谓叫白子图 那其实它其中有83个小孩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这些小孩的本身 也能够体现出 当时怎么来表达 这种人物的传承的状态 因为大家知道 这个不是画的 它不是描出来的 它是完全是靠在织机上织出来的 这个就其实是很困难 要来表现人物的身 但是你回头看 这些人物的表情 虽然说只是一块块的色块 但是组合在一起 你可以看到一些 有些是很聚精会成在钓鱼 有些是在采连 有些是在豆草 在放风筝 骑竹马 还有在捉迷场 躲在山石中间 一个孔洞里面 露出半个头来 这些都是表现这种 小孩的天真浪漫的姿态 是做得非常地成功和到位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第二个房间 婴儿已经长大成人 这一个大盘 无彩的大盘 是也相当于中国清代康熙年间的 这样一个锦泽镇的一个瓷器的作品 它本身它要表现的这样一个奇才 非常有趣 这个所谓叫治国迎车 在中国历史上 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美男子 叫潘安 这个潘安这人呢 就是每次他坐着车出门的时候 都要引起大家的围观 所有的侍女啊 妇人啊 都来砍他 然后就是给他丢果子 就是每次出一句就是走一觉 都把他的车子会丢满 当时表现就是好像 这是美男子的这样一个景象 这也是成为就是说 好像是一个今天说小贤荣 当然大家知道 这肯定是比较夸张的说法 其实是对这样一种理想的 或者说人类的这样一种 就好像是一个榜样的 这样一种追谋 或者说是仰慕 那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表现了很多人物 成人的表现 那是在瓷器上 你可以看到他的表现 其实是很有趣 他的这种简笔 现在看上去很繁密 很丰富 但是你仔细去看 他脸部表现 其实是很简单的 用一个线条的勾勒 那包括他的眼睛 往往有人说 康熙的时候的人的眼睛 就有所谓叫有眼无珠 他就不是去很像神的 去把他的眼睛啊 眼珠都划出来 而是很简单 你看他就是一横 一短横 他就表现 这个神态就出来了 所以说我们这里看到 这里有这么多的人物 每个人的表情 可以说不同 也可以很相同 都是表现一种 大家都很喜悦 或者很兴奋的 这样一种感情 在这个寥寥几笔里面 都能表现出来 最后第三个房间 凡人变成了神仙 我们来到了 仙佛的世界 佛教人物叫达摩 大家肯定很熟悉 因为达摩大家知道 他是禅宗的创始人 佛教在东传到中国之后 有很重要一个支牌 就是禅宗 那达摩大家知道 他是印度来的僧人 在中国之后 有苦修 大家有很多关于达摩的故事 那我们这里看到 就是两个场景 一个好像是达摩在镜死 就是现在很流行 meditation 然后他顿悟 这个当然本身 是一个瓷素的作品 是一个德化瑶 福建那里的一个德化瑶 它的特色就是 有这种象牙白色的 这个白瓷 所以表现这个塑像 就是特别的生动传声 整个一个人物的本身 他很安静 感觉它是在做一样一种 沉思状 Even又有一种飘逸 就是说有一种动静相宜的 这样一种表现 这是一种很好的 这样一种平衡 那左边这一件呢 是一个 也是一个地域的 一个差评 那这件是一个 达摩所谓叫 一围渡江 大家都知道 就是达摩在 这个渡长江的 长江的时候 就是踩了一只乳鸟 就能渡过了 波涛汹涌的长江 心中有这样一种乌鸟 他可以看到 这个达摩本身 是一个非常端庄很近 他一点都没有认知 就是非常的装进的 这样一个状态 但边上是个波涛汹涌 包括这个芦苇的 这样一个晃动 也可以看出这种和 这种就是 也是同样的 这样一种正反两面的 这样一种衬托 所以大家可以注意看到 上面还有金字 那这些就是 乾隆的玉体诗 皇家作坊 做了雕刻的 这样一个东西 这也很有意思 这个插拼背面 其实就是金山图 当年乾隆游江南的时候 到了金山 看到金山的这个场景 那也有很多 就是把这个 他的诗 把他的画 就是运动到 各种的艺术作品 那这两件东西 就是说 虽然时代不同 一个17世纪 一个18世纪 但是可以看到 他们表现 为了表现达摩 这个神态上 同样就是达到了 可以说是很精准 又是通过 这样一种动静平衡 来表现